今天和朋友们欣赏一块画面室啊 这个 这种石头呀 天然的没有上油也没上蜡 那我们要看得更清晰这图案 我们必须觉得上水 所以碰这个图案 我立马就很清晰 因为这种石头它本身就在江河里面啊 这种形成 所以说这种一碰 这个这个马上就很清晰啊 两面这面后面 一碰一下 所以说这个水石就是这 它不像戈壁石 戈壁石它有自然的这种封杀淹没包脚 这个就是水石离开水 没有那么凉拎 这个图案大家 大家交集一下啊 这是一个酸鹤图 或者是叫三鹤也可以 你看啊 这里 这是一只鹤 鹤的尾巴在这里 鹤的头 往上抬 对吧 它的脚在这里 地日者鹤 这里 一对啊 地日者鹤 你看 尾巴在这里 身体往这里 头 在这个位置 啊 头在这个位置 那么就是一只鹤是抬头的 一只鹤是低头的 啊 我们再看上面 看到了吗 这里 尖尖的嘴巴 额头 这像是一只小鹤啊 三只鹤 那就是成了一个家庭 啊 大鹤小鹤 就是父亲母亲孩子 从这个图案的造景来看呢 就有一种 这个 我们和人类对比了 就是妄子成龙 妄女成凤 啊 或者我们的孩子 我叫小幼妞 刚开始出世 啊 在天空的飞行 这个 这个 这个父母呀 比较担心他 啊 看仰望 仰望他 这个这个 好像还在对话的 这种感觉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鹤呢 就是它是一种 在古人来说 就是非常高贵的 这么一种 一种药 啊 它九次于这个 凤凰 这一款石头呀 总体它的这个 观赏性呀 非常强啊 这个鹤嘛 就长寿的寓意 这这个图景总 好像也有这个 这个松鹤岩年的这一 都一个造景啊 你看这里 这里的这个图案 就像那个松树的这个 松针 啊 我防大家看看这个 是吧 就有点像松针 那么这东西靠想象了 一颗松树 一个松针能代表一个树吗 因为这一块石头 它的这个我们看到的 这是有效的一个图景啊 包括绘画意思啊 这个下面你看这个 鹤的这个角 踩在这个草丛里 还是在这个树枝上 对吧 这都要靠大家去想象啊 我转过圈来 咱们再评评后面的这个 这个图案啊 这个后面的图案呢 它就是体现的是一个 像这个草丛呀 对吧 树枝呀 这种感觉 其实这后面 这都是次有的 啊 我们主要看的主图 就是前面这个 啊 这个核 单看两个双核图 啊 一个抬头 一个刺核 一个熊核 啊 一个是不明自己一命惊人 一个是低头觅食啊 或者就是叫叫低调 啊 一个追求高调 一个追求低调 啊 或者这个是和 这个小鸽子在 这个小小鹤 在在相互呼应啊 所以说这个 石头呀 就是很很有寓意啊 鹤呢 它就是代表的 呃 长寿 富贵 吉祥 同时是高贵 啊 你看我们那个 清朝那个官员 那个那个那个 一平大臣 啊 那个穿的那个 那个前面 雄花戴着 头上戴着 一平鹤嘛 所以它 九次于 这个这个凤啊 凤嘛 就是龙和凤嘛 那是皇家的啊 这个 所以说这个 石头呀 观赏性 很强 啊 今天呢 我就把这块石头呢 简单的给大家 聊一聊 啊 嗯 嗯 我觉得很形象的啊 鹤 它的脖子细细的 和头尖尖的 啊 这只鹤的 尾巴 腿啊 这个脚站在这里 另一只鹤 那两个鹤 紧挨着另一只鹤 哇 升完过去 头这样下来啊 头这样 这只小鹤 这样下来 对吧 这个石头呀 每个人可能 有观赏出不同的观点 啊 呃 也许有人觉得就不像鹤 或者像什么东西 都是正常的啊 这东西没有什么 呃 固定的 就是什么 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天然形成的 不是人可以画的 他就是画 为了画鸟啊 还是画鹤 还是画什么东西的 天然的东西 就是去观赏 好 今天聊到此 欢迎朋友们 知道 拜拜